这鸟好诡异,竟然一直绕着我飞行,寒地动土,方修及时的身影猛的一顿抬头向上,云空上一只雪白的鹰笋在他头顶盘绕,发出咕咕咕的诡异提名,两只幽蓝的琴眼在月光下反射着圣人的光芒,难道是方修眸光一闪,脑海中浮现出前世仙侠小说中都曾描写过的一种器物,傀儡,灵力傀儡,一定是那个胖和尚,方修眸光微微眯起,右手握向黑影剑剑柄,上身微轻,找到方修了, 他就在西伯城东北三十里的地方,节目指挥部,一个摄像组成员惊喜大叫,指向屏幕的一个角落,只见这台雾影摄像机下方,众人苦苦寻找许久的方修,终于出现了,只是此刻的方修,神情戒备,目光直勾勾地注视着雾影摄像机的镜头,他发现我们了,有人惊呼一声,方修目光直视镜头,就彭佛在与他们对视一样,很多人心中都咯噔一下,有些很难用语言形容的微妙情绪,紧张又或者说是心虚,刷,然而还不等节目组定位, 指令更多的雾影摄像机靠近,双手握见的方修,眸中忽有一抹杀鸡掠过,下一秒,方修猛地一纵,黑影剑化为一道,黑芒直批众人尸海,啊,节目组全体成员都不可抑制地发出一声心颤的尖叫,刹那间,他们庞佛置身在洞土高原,被方修果断杀伐的一剑,直接劈碎了天灵盖一般,所有人都是猛地一跳,瞬间冷汗直冒,血压升高,心脏都要蹦出胸膛,下一秒,直播画面就刷的一下,变成了黑屏, 吓死老子了,我差点以为自己已经死了,我现在有点同情那些五涕群演了,真是在刀尖上挣饭吃啊,好骚,谁尿了,都看老子干什么,还不快继续追踪方修,陈衣谋怒吓,缓缓起身,默默离开现场,地上,残留着一连串的水渍,太恐怖,那一剑就像是来杀我的,这尼玛比惊悚片还刺激一万倍啊,我先去准备点速效就行完,方修才是真剑神啊,能不能和节目组提议,给他安排个剧情,叫我们练练剑, 由于是实况直播,当节目组将画面切到盘旋在方修头顶的雾影摄像机时,直播间内的观众也都收到了画面,方修一件批碎雾影摄像机,同样给他们带了深深的震撼,仅仅几秒钟,节目收视率再次攀升,一些武术爱好者甚至去官网寻找方修修炼及出招时的画面,剪辑成短视频教材,果然是灵力傀儡,寒地野外,方修收件,身前不远处,雾影摄像机爆炸成无数碎片,由于损毁严重,方修无法分辨出炼制 傀儡的材料,但毕竟被他猜对,这阴损,绝不是血肉之躯,此地不能久留,那金丹靖大修肯定在来这的路上,方修环视四周,找了一个方向,继续飞奔,同时取出几枚神级炼器单吞入,补充体内极具消耗的灵力,他向前奔跑,越跑心中的感觉就越怪,总觉得自己正在被什么东西跟踪,双耳微动,方修默然抱起,黑影剑随手一射,天空中爆出一盆火焰,无数金属碎片和焦壶残雨,缓缓落下,又是一支乔� 作为白笋的雾影摄像机,金丹靖强者果然神通广大,这么快就能找到我,方修心头一沉,捡起黑影剑就走,他钻入密林,试图用树木遮掩自己的行迹,但仅仅半刻钟,三只白笋就自不同方向,向他飞来,方修六感敏锐,第一时间就察觉到了云空上方的气流细微变化,方修只能选择新的方向,积略而去,但三只白笋却如肤骨之躯,紧追不舍,可恶,方修再次握剑,心中却是一动, 白笋离地极高,除了投掷黑影剑,他并无其他手段可以击落,但一投一减,势必要耽搁不少时间,他进阶练起八层,早就可以灵力外放,若能隔空欲物,效率必将大大增加 张开右手,指尖上奋出一缕灵力,缠绕在黑影剑剑柄,方修右手一甩,黑影剑再次射出,一剑击碎俯冲如灵的白笋,方修隔空一拽,被灵力缠绕的黑影剑就到飞而归,果然有效,方修眼睛一亮,心中却并无太多喜色,他预期的手段全是自己摸索,法门太过粗糙,缠绕剑柄的灵力粗如棍棒,与修仙小说中灵丝空剑完全不同, 说是灵力大胳膊,还差不多,因此对灵力的消耗也是极大,一来一回就消耗掉他体内三分之一的灵力 再试试,方修塞了几颗神级练器丹,凝聚心神,再次尝试欲物,在灵力分出指尖前进行分减挤压,灵力胳膊缩小了三分之二,变成了灵力小棍 方修预剑射出,黑影剑没入密林,八十米外,一只白笋被击落于半空,这次好多了,黑影剑折回,方修这才微微欣喜,右手一挥,第三只白笋被劈碎于百米之外 搜搜搜,不远处,破空声又接连飞来,密密麻麻,不下七八只,来得好 方修刚刚掌握玉物窍门,正好可以接这些灵力傀儡练手,他一面再次精简压缩灵力小棍,一面仔细感悟每一次灵力遇见的微妙感受与反馈 喷喷喷,伴随一道道闷响,接连飞来的雾影摄像机被接二连三地劈碎 方修对于玉物的技巧,也越来越娴熟,缠绕在黑影剑上的灵力逐渐变为毛线粗细,遇见的范围也扩大到了三百米左右 密林中,方修奔跑如飞,黑影剑在半空旋绕,快若闪电,在夜幕中飞略无形 聚集而来的雾影摄像机,还没看见方修影子,就被黑影剑一键劈碎了 一把也是玉,三把也是玉,方修心念一动,背后绑着的两把普通剑器也搜得一下飞起 三剑凌空,绕着方修上下翻飞,如陆地剑仙灵凡 一百多只雾影摄像机被毁,却无一个拍倒方修的身影 便是方修也微微择折 这金丹镜也太有钱了吧 我甘怀他这么多灵力傀儡,肯定会更加恨我的 太可怕了,一定不能被他抓到 节目组被打碎了多少台雾影超清高速摄像机 我若没数错,应该是一百十七台 一台普通型雾影至少是值一千万 这么一回功夫,就是十个多亿啊 直播画面中,数十个追踪方修的分视角镜头不停切换,又接连黑屏 整整两个小时过去,观看直播的一百六七十亿观众 连方修的影子都没见到,却依然看得兴致勃勃,热情高涨 甚至有人根据节目组官网上的寒地地图 开帖分析方修可能前往的位置与路线 他到底是个什么怪物 伪兵洞前,方修到底有着怎样的身份?陈医谋抓狂,头发都快被自己揪秃了 与观众看的画面不同 指挥部后台的屏幕上呈现的却是热成像分析图 虽然雾影摄像机的镜头被密林遮挡 但热成像却能将密林遮盖下的景象全部呈现 每一台雾影摄像机在被击落前,都能看到一条长线自方修身旁,机舍而来 根据数据分析,击落雾影的神秘长线 其末端轮廓与黑影剑及节目道具普通常见,完全一致 但方修究竟使用什么道具,将常见与自身相连 我们还无法推断 技术组工作人员十分无力 根据他们的数据分析,连接方修与剑气的神秘长线 与其说是物质,倒不如说是一种能量,更为恰当 但在目前的科技发现下 任何一种能量的波动都与神秘长线不符 更何况,现实世界从没有人能赤手空拳的操控能量 炎黄星际战士也不行 这些都不重要,我现在关心的是,如何能让方修停止奔跑 重新回归到直播画面中 陈一谋急道 愚蠢,你们这么紧追不舍,傻子才会停下来等死 一道冷傲的声音自陈一谋背后传来 谁敢骂老子,007福报受够了 想要尝尝失业的滋味是吧 陈一谋正一肚子火气无处发现,正想寻个由头泄火 他运足气势,猛地转过身来,刚要破口大骂 但见到迎面走来的人后,喷到嘴边的脏话 硬是被他死命咽了下去 秦将,秦小姐,您怎么来了 陈一谋僵硬愤怒的脸庞,瞬间凝聚出唯心而热切的笑容 迎面的人是一名二十八九岁,身着制式服装的女子 虽然曲线婀娜,腰脂纤细,但身姿挺拔 神情庄重而冷峻,沉着而内敛,一头短发,英姿飒爽 肩膀上的特殊徽章,标志此人地位非凡 按照科学院与节目组签订的合约,我应该有权利介入吧 秦湘淡淡道,她走到屏幕前,好看的眉毛微微皱起,这里的味道似乎有点怪啊 这是当然,科学院为节目组提供的特殊装备,强化药剂等多项物质及技术支持 按照合约,当然可以随时参与节目策划 陈一谋陪笑道,只是我以为你们不会在节目早期介入的 毕竟科学院想要进行的单兵对抗测试,需要节目进入中后期才能有相应的武力匹配 若你们能够按照合同约定,如实提供数据共享,我自然不会出现在这里 秦湘淡指着不断黑屏的直播画面道,但对于方修的各项身体数据,你们似乎隐瞒了不少啊 秦小姐,您听我解释陈一谋擦了擦头上的冷汗,满脸堆笑 等找到方修后,我有的是时间听你狡辩 秦湘淡淡道,可现在,我只想找到方修 秦小姐,我们也在努力寻找,但方修就像是受了惊的老鼠,拼命逃窜 我一百多台超清高速雾影摄像机,都被他毁了 陈一谋叫苦连天,你若是方修,得罪了金丹镜强者 你难道会停下了等死? 秦湘淡瞪了陈一谋一眼,道,命令所有的雾影摄像机全部停止追击 他走到指挥部支起的寒地地图,在上面点了三点道 在这三个方位布置禁止摄像,同时卫星摄像同步开启 秦小姐,你确定方修出路过这三处地点?陈一谋一正 他如果想尽快完成骨灰护送任务,就一定会在这三个地点经过 秦湘淡道,那后期剧情,陈一谋试探问道 该如何演,是你们节目组的事情,我暂时不会介入 秦湘淡看着地图,眸光凝重 我来这里,就是为了观察方修的 秦小姐,我承认节目组刻意隐瞒了方修的强化剂转化率 但它也只是在身体素质上,符合炎黄星际战士的标准 科学院没必要为了一个炎黄战士,就如此兴师动众吗? 陈一谋不解,炎黄星际战士虽然宝贵,但他更清楚 眼前的女子并非只是一名普通高层那么简单 作为炎黄战士诞生以来,第一位女百夫长 秦湘淡的实力之恐怖,只怕伸出一个手指就能碾压方修一百遍 我们对他的基因做过分析 秦湘淡看着陈一谋双眼,一字一言道 他对强化剂的吸收转化率远远低于普通人的平均标准 什么?这怎么可能? 陈一谋一愣,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如果方修真如秦湘淡所言 那么他是如何拥有比肩四阶逐日级超凡战士的身体素质的? 难道他真的能修仙? 当然不能 秦湘淡道,修仙之说 本就是古人对自然现象的幻想和虚构 这根本不符合唯物主义科学的基本论断 我们怀疑,或许是G36行星上的某种放射性物质 改变了方修的基因构成,使其产生突变 秦湘淡缓声道 若能证实我们的猜测 他将对研发六阶圣祖战士具有不可估量的重要意义 六阶战士? 陈一谋大惊,险些叫出声来 按照三百年前修真小说对境界实力的划分 普通四阶战士在不依靠装备的前提下 大戴等同于炼器七八层的实力 而五阶炎黄战士相当于助击初期炼体士 至于秦湘淡这样的百夫长 更拥有等同于助击中期炼体士的肉身状态 六阶战士? 岂不是可以比肩金丹净体修了? 灵力傀儡似乎不再继续追踪了 银月隐去,天空放白 方修停止奔跑,胸膛微微起伏 绕着西伯城辗转腾挪大半夜时间 终于摆脱了胖和尚的追踪 一夜奔跑,浪费了近四十颗神级炼器丹 方修肉疼不已 唯一值得安慰的就是灵气欲物的技法 已经趋于完善 可以同时操控毛线粗细的灵线 在方圆三百多米的范围内 驾驭剑气,如必指使 他念头微微一动 绕着他翻飞的三柄长剑同时归桥 从外历练太危险了 完成任务,立时归宗 方修歇气片刻 就向着未前故乡的方向加速行进 寒帝辽阔无垠 方圆近百万平方公里 以平原为主 一条自北向南的巨大山脉 将寒帝分割为东西两个部分 方修奔行百里,冲出密林 踏上寒苍山脉南端 沿着山脉走势向着东北方向而去 方修终于出现了 同时精神一震,剧情加速 武力升级,全都给我延起来 陈一谋抓着对讲机大呼小叫 摄像组,主演消失的这种事 我不希望再有第二次了,再犯同样的错误 我把你们全都贬下 G36当5T G36行星 轰,轰,轰 方修沿着寒苍山脉奔行百里 不远处的平原上,大地震战 一道陈烟自大地边缘滚滚而来 方修跳上一棵巨树 谨慎观察 随着陈烟越来越近 一对身着黑色仲凯的骑士,御马而来 奔雷巨马硕大的马蹄 践踏地面 尘埃四起 飘荡滚扬 艳阳下 骑士背后的长脊 腰间的横刀 折射出耀眼的荧光 密密麻麻连成一团 是城主府的铁骑 方修看着这对人马远远离去 这才跳下巨树 继续赶路 他一个练弃八层的蝼蚁 还是离这些强者越远越好 又继续前行五十余里 方修轻皱鼻翼 迎面吹来的冷风中 似乎带着一丝新鲜的血腥之气 经十里 空气中弥漫的血气越来越重 当方修抵达一处山坳附近 血气的浓度也达到了最大 他拔出黑影剑 缓缓靠近山坳 一片宛若人间炼狱的场景 赫然映入眼帘 山坳中 横七竖八的尸骸 残缺不全 散落一地 有不知名的巨大兽类 但更多的却是人类 这些尸骸的身上 布满刀痕疾恐 死亡时间绝对不超过一炷香 很多尸体的鲜血 还在不停地流淌低落 玄天浩宗的盗袍 方修目光扫视全场 发现一些残缺不全的尸体上 竟有玄天浩宗的弟子 长袍覆盖 方修强忍不适 月下山坳 在几个身着玄天宗弟子袍的尸体上 附近探查 果然捡到了十几个弟子令牌 师兄 救我 一道微弱的声音在尸堆中响起 方修寻声而去 搬开几具尸体 一个仅剩下半个残身的青年男子 吃力地扭动头颅 向他投来求救的目光 出了什么事 方修小心扶起同门 猎含宁的儿子们 猎兽祭谷 我们都是被祭祀的供庭 仅剩半个身子的玄天宗同门 机械仿真人 艰难举起残缺不全手臂 指向不远处的三个小尸堆 无力沉引道 祭谷 以七大宗弟子的尸骸祭谷 话音未落 手臂就无力垂下 彻底咽气了 竟然用活人血肉 祭拜古甸 方修眉头一挑 有抑制不住的愤怒 在心底生腾燃烧 前方不远处 三个用虽石磊气的石队 已被鲜血全部浸染 散发出黑红色的残忍光泽 更有很多人类的头颅 身体组成部分 有规则的排列在一旁 像是举行过什么可怕的祭祀仪式 师弟安心去吧 方修默不作声 拔出黑影剑 在地上挖了一个大坑 将在场所有的 玄天号宗弟子残骸 道具 放入掩埋 他数了数收集到的同门令牌 一共二十六枚 将这些令牌 放入捡来的口袋中 记在腰间 方修跃出山傲 沿着地面上的马蹄印记 追寻而去 纵然他实力不济 但西伯甫铁骑 总会有落单的时刻 无法歼灭一队人马 但暗杀几个铁骑 为死去的同门出一口气 还是能够绊倒的 这不符合方修的性格 我记得他之前 一直都很慎勇吧 慎勇是为了自保求生 但鲁骂却是因为 心中血还未凉 竟方修是条汉子 同门惨死 若他真一走了之 我还很有些点看不起他 方修追寻铁骑而去 现场观众都颇为意外 对方修有了新的认识 倒有些血性 只可惜字不量力 有些鲁骂冲动 秦湘云眼中 闪过一抹赞许之色 他是军人出身 崇尚热血勇武 汉不畏死 若不是和节目组签过合约 他甚至有将方修 招入炎黄玉被益培养的念头 确实很自不量力了 陈一谋笑道 若他选择远远避开 一会受的苦 可能还会轻一点 此话怎讲 秦湘云之前没有接触过节目拍摄 对剧情设计一无所知 秦首长 因为我真能修成个先 是实施真人秀直播 方修的选择 我们不能直接干预 所以在他进行剧情的过程中 会有很多不同的选择 陈一谋道 而为了确保他能完全按照节目组的剧情设计进行 我们会为他准备多套不同的预案 确保他完全遵循节目组的剧情规划 就拿现在这场戏来说 方修和西伯承必须要产生冲突 若是方修选择逃避 我们就会安排西伯扶铁骑与方修意外相遇 而后一路追杀 将他逼入绝境 尝尽修真世界的苦难与折磨 陈一谋得意大笑 而他若是主动追上 就要承受更大的痛苦与恐惧 让他认清自己就是一个卑微的蝼蚁 彻底和命运妥协 那你之前成功过吗 秦湘云笑了笑 之前 陈一谋一正 就像是被掐住脖子的攻击 脸色胀红发子 憋了许久 才硬着脖子道 这一次一定行 所有演员武力水平已经大幅升级 真的吗 秦湘云点了点头 道 我不信 初下时节 寒地洞土还未彻底化开 但奔雷巨马的提应 却深深凿刻在大地上 最后消失在寒苍山脉边缘的一座破败古庙中 清风吹来 同样带着血气 比起之前 还要浓郁极多 若没猜错 眼前不大的古庙中 正有一场屠戮正在进行 方修站在树里之外 依然能够听到古庙内传来的恐惧尖叫 和撕心裂肺的呼喊 他只是远远地看了几眼 就悄然隐没在灵间 古庙破败 但墙壁高耸 他在外面无法窥见庙中的情形 庙周围更无数目遮挡身形 若贸然前行 很容易被突然出庙的西伯福铁骑一眼捕捉 因此 方修打算等到深夜 借助夜幕掩护 再行探查 他找了一株巨树 月上树间 在一条纤细的树梢上盘坐 开始进行修为提升 进入炼气八层后 他灵力大增 境界提升的难度也大了很多 粗略估算 若要晋升至炼气九层 至少需要200枚神级炼气丹 但系统包裹中 剩余的丹药仅有60余枚 相差甚远 仅仅两个时辰不到 炼气丹就被消耗殆尽了 这是 他自得到系统以来 第一次面临丹药危机 因为是灵气绝缘体质 无法感受到天地灵气 方修修行 只能依靠千道所得的炼丹药 这么下去不是办法啊 天色尚早 方修打算再研究一下系统 他调出系统界面 眼睛瞬间圆征 宿主 方修 境界 炼气七八层 百分之三十二 灵根 厚土 神级 兽源 一万八千二百七十 功法 五使道元经 纠集荒天怒 浮光略隐见 地听天使术 法宝 五 功德值 二十 零气度 零 点一点 奉献百年寿源 可开启修真指数 零 零一七 取决修炼人数 境界 系统增幅 捧盆等肉饼 有很小的概率 发现宝物 综合评价 一个坚定的修真主义弱基 功德值竟然变成二十了 方修十分惊讶 自从他进入西伯城开始 功德值增长的速度 就在不断加快 似乎其增长幅度 与修为的关联步不大 既然功德值出现变化 系统商店是不是可以用了 方修点开系统商店界面 果然发现 界面中多了几十种 能够看清的物品 极品炼器单十瓶 价值一功得值 神级炼器单一瓶 价值一功得值 极品筑机单一枚 一百功得值 神级筑机单一枚 一千功得值 驱灵符一枚 一千功得值 玉兽单一枚 一万功得值 五行盾数大拳 十万功得值 这也太贵了吧 方修有些头大 商城内展现的物品 很多都是他所需求的 就比如 五行盾数大拳 水盾 土盾 风盾等 若是能够掌握 自保能力大大增强 又比如神级筑机单 这是自炼器器冲击助机镜 必不可少的单药 但方修手中的功得值 却只有二十点 只够他将境界提升到 炼器九层而已 兑换了二十瓶总计两百枚神级炼器单 方修一鼓作气 终于在午夜来临前 晋升到了炼器九层 宿主 方修 境界 炼器七九层 百分之一 灵根 厚土 神级 寿元 一万八千二百九十 功法 五始道元经 纠集荒天怒 浮光略引荐 今日千道任务更新 请前往山神庙 于血肉神灵前千道 千道奖励 第三天 金刚穿山服 又是福落 方修起身 轻轻跃下树枝 远方的古庙 寂静消杀 在银月的照耀下 彭佛一头蛰伏大地 欲吞噬新鲜血肉的恶兽 张着血盆大口 等待生人进入 方修弯腰 快速急行 很快就冲到了古庙古庙院墙外 白日的血腥气息 早已消失殆尽 却指而来的 却是阴冷森寒的氛围 方修眨了眨眼 心中生起一种十分诡异的感觉 他修行的地点距离此处 不过一两千米的距离 并未察觉到铁骑地离开 但在他的感知范围内 古庙中连一道呼吸声都没有 方修小心翻过院墙 落入庙中 残破的院落中 只有一座庙堂摇摇欲坠 处立在院落正中 地上的石板早已破碎不堪 杂草丛生 但方修放眼望去 竟然没有看到任何人影 地面上更是干净的 连一丝血迹都不存在 这就很诡异了 握紧黑引键 方修缓步走向院中的庙堂 推开大门 一尊布满灰尘的高大神像 站立在神坛之上 借着微弱的月光看去 这是一尊人身兽手的山神泥塑 故老传闻 山中妖兽通灵 修道有成后 会被城隍侧封为一山之神 守护一方安宁 偏远荒凉之地 人类祭祀的山神 有很多都是此类形象 泪狼的兽手 没有争宁之像 反而露出人族才有的慈悲面容 双眸低垂 半征半臂 观察众生 这就是系统任务所描述的血肉神灵 方修狐疑 但最终还是走到神像前 轻声低语 迁道 恭喜宿主迁道成功 奖励金刚穿山服一枚 没有额外奖励 毕竟周围环境太过惊悚圣人 方修没敢回忆前世听过的张震讲鬼故事 迁道成功 古庙又无铁骑身影 方修不敢再多逗留 身形一转 大步向庙外走去 小哥哥 你不陪我玩了吗 一道脆生生的女子声音 忽然在背后响起 方修身体一僵 整个人都庞佛 被冻住了一般 嘻嘻嘻 小哥哥别害怕 我不是鬼 声音再次传来 距离近了好多 庙中无风自冷 半扇大门 发出咫压咫压的声音 下次再说吧 我自小身体不好 肾气虚弱 四肢腻冷 骨枯髓寒 面体少色 不是采阳补音器的好炉顶 告辞告辞 方修拔腿就跑 但门外刮来一股邪风 庙堂的两扇大门棚的一声 合住了 你这人好搞笑啊 看不看我一眼 就觉得 我是西人骨髓扬气的妖精女鬼 银铃般的笑声 笑个不停 方修僵硬的转身 就看见一个年约十六七岁的少女 坐在人身兽手的神仙头顶 她明媚好耻 穿着一件浅色井水长裙 耳朵上挂着两只碎玉耳坠 一双白嫩的小脚 悬空轻摇 看向方修的眸中 满是脚侠的笑意 你这人真逗 在月光下 白得耀眼 你上来 陪我一起玩吗 少女媚眼如丝 冲着方修咯咯咯笑道 我教你玩一些 只有男人和女人 才能玩荡魂游戏 我舌头好灵活的 打扰了 请大仙放我一马 明天一定给您多少些同男同子 方修看着少女搭拉在嘴边 足有半米长的分叉舌头 觉得自己肯定是无福消瘦的 她缓缓倒推至庙门前 用手暗暗推了推大门 然而没有推动 你难道不喜欢我吗 少女撅起了小嘴 有些不开心道 是不是因为 我不是你喜欢的类型啊 没关系 她说着 跳到神像身后 不一会在出现时 手里多了几件皮衣 你看看我这几张皮 你喜欢那个 半老女娘 半熟玉姐 还是清纯少妇 少女抖了抖 总有一款适合你 大仙 女王 神仙 我自幼甚气虚弱 四肢逆冷 骨枯水寒 面体少色 真不是太阳补音器的好卢顶 方修咽了咽口水 头皮一阵发麻 这世上果然有话皮衣说 闭嘴 少女猛地发出尖叫 面色瞬间轻子 全无血色 庞佛自地狱跑出的怨鬼 但下一秒 她神情又呼的一遍 柔声道 下面咱们来选模式 你喜欢乖的 还是狂野一些的 选你妹 方修淬了一声 神行缕一滑 闪到窗前 跃了出去 啊 饶是她前生看了不少诡异恐怖的电影 但院落中的场景 还是吓得她头发 都要竖起来了 原本空无一物的院子 此刻早已是一片血海 浓稠的血液 不断自地底喷涌而出 咕咕作响 方修双脚落地 血海直接没过小腿 小哥哥真体贴 快活前还知道主动洗澡 比上午那些臭男人强多了 哥哥哥 庙堂中 少女娇羞的笑声传出 回荡在整个院落 两扇木门开启 少女从神像上跳了下来 缓缓解开衣衫 露出香肩锁骨 衣衫沿着血嫩的肌肤滑落 两座 方修看了一眼 就连忙把头扭开了 再看 就要被审核屏蔽了 西伯府铁骑果然进了这里 方修想起了什么 微微一正 他追踪的方向 并没有错 只是那些铁骑 竟然进了这里 就算被少女所杀 尸骨又去了哪里 一百多匹骏马 一百多个大汉 可不是那么好藏的 像是知道他在想什么 血海翻涌了一会 竟然开始消退 却有一道道赤红身影 自血河中 慢慢站了起来 这些身影 身着暗红色仲凯 威武不凡 但头盔 仲凯连接处 裸露在外的 却并不是人类皮肤 而是森森白骨 一百七十多名仲凯骷髅 一百七十多匹奔雷海马 这回碰上硬茬子了 方修心中一沉 这种将人 练成骨头傀儡的手段 他闻所未闻 来嘛来嘛 有这么多人围观 你不觉得刺激吗 少女赤着脚 一步步走出神庙 眸子中有千娇百妹的荡漾 有点过于刺激了 方修摇头苦笑 身体无力倒退 最终靠在屋檐下的木柱上 颤颤发抖 似乎是放弃了抵抗 这才乖嘛 让姐姐好好疼疼你 少女嬉戏一笑 一步一步跳向方修 雪白的小脚 一步一个血印 so 然而就在少女即将走近时 方修背后荧光乍闪 一柄银色长剑 出其不意地飞出 静止射向少女 啊 少女眸光一缩 完全没有想到 长剑会自己飞出来 她慌忙 在地上翻滚 狼狈躲开 在抬头时 屋檐下已经不见了方修的身影 等我静声金丹静后 再和你玩耍吧 院落上空 黑影剑插入院墙 方修凌空一扯 自海骨骑士头顶飞过 直接跳出山神庙 向着远方的密铃 急奔而去 孩儿们 给我追 少女愤怒尖叫 院落中的海骨骑士 同时翻身上马 冲出庙语 气死我了 气死我了 方修讨厌鬼 你又不按剧本上的眼 少女跺脚 背后升起一对白骨翅膀 他纵身一跃 跳入高空 杀向方修 陈导 方修背后的剑 是怎么回事 指挥部 秦湘云面露差色 从直播画面上看 方修背后的长剑 完全是自己飞出来的 一柄摄像古妖少女 另一柄插入庙院墙头 像是有一根 无法看见的钢丝连接一般 方修凌空一拽 人就飞出了院墙 这个可能是我们之前 给方修安排的金手指 那米青凯CJ50 陈一谋想了想到 昨夜方修逃脱时 就曾用这种方式 击落物影摄像机 我们最初也十分不解 但经过技术组复盘方 修自苏醒以来的 各种精力和细节 唯一能够解释的 就是CJ50了 毕竟这种战甲 可以模拟任何形态 而且极其细微 CJ50 秦湘云眸光闪烁 隐蔽地摇了摇头 却并没有再多说什么 只是在电脑上 反复回放方修出剑的画面 眼中的疑色 却越来越浓 而与指挥部 略显紧张的氛围不同 直播间内 观众兴致昂扬 海骨骑士 这不是我心心念念的 亡灵大军吗 巫妖王 YYDS 剧情还能这么反转 我本以为是主角 暗杀西伯甫铁骑的老套路 没想到 神庙还有鬼物存在 方修又跑了 节目组不能再跟丢了吧 官网已经发道歉声明了 保证类似情况 绝不会再发生了 不然陈岛 倒立吃星号 血石站住 奉献无主 是你至高的荣耀 密林中 方修奔跑如飞 但身后一百七十多名海骨骑士 紧追不舍 越跑越快 不时有一道道骨毛激射而来 插入方修身前大地 试图逼他停下 你们这些大骨棒 自己去服侍吧 我还想多活几年 黑影剑射中一棵巨树 方修凌空飞起 在树枝间快速跳跃 宛若凌园 你跑不掉的 为首的海骨战士冷冷一笑 胯下奔雷战马骨架散开 附和在海骨战士身上 组合成背负骨翼的白骨战甲 巨大的骨翼展开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升出一层骨膜 只是一阵就高高飞起 还能这么晚 方修回首 心中暗惊 险些没从树上掉落 下方地面 一头头合而为一的海骨飞鬼 向他飞扑而来 放弃无谓的抵抗 你已经被包围了 海骨骑士化为海骨飞鬼后 速度大增 从四面八方将方修合拢在中央 一头海骨飞鬼 伸出白骨森森的巨爪 向着方修撕扯而来 浮光掠影剑 雁影纷飞 方修身若红艳 双手握剑 凌空披斩 黑影剑只一晃 画出重重叠影 一剑撞向扑来的海骨飞鬼 只听彭的一声 海骨飞鬼连带身上的骨 凯双甲 被方修一剑劈碎 残破海骨 散落一地 但方修也被反馈而来的力量 震出数米 他体内血气翻涌 双臂也有些发麻 这些被加持的海骨飞鬼 每一头都格外强大 眨眼间 就又有三四头冲了上来 方修心中升起一股狠意 背后两柄普通飞剑飞起 绕着他急速旋转 画成剑木 足缓海骨飞鬼的靠近 自己的身形一冲 扑向其中一头 双手剑 力以千军 黑影剑快若无形 在漆黑的夜幕下 与黑暗融为一体 蓬勃灵力灌入剑身 灵力冲撞 在方修的境界挤压下 沿着黑影剑身的天然纹落阵法 不断震荡 叠加 一层 两层 三层 当灵力布满剑中三层阵法 一剑劈下 威能暴涨近五倍 飞扑来的海骨飞鬼 触碰到黑影剑的瞬间 就被其中蕴含的暴虐力量 彻底撕碎 黑影剑竟然这么强 方修心中暗喜 掠起浮光掠影剑法 转身冲向其他海骨飞鬼 他剑若流星 身体化为无数重影 一剑一剑又一剑 十几头飞的最近的海骨飞鬼 在黑影剑下 扑围无数碎骨 散漫一方空间 但更多的海骨飞鬼 却接连而来 还来 方修气喘吁吁 黑影剑威力固然强大 但对灵力的消耗也是极大 我们是被遗弃者 任何抵抗我们的人都得死 一头海骨飞鬼大叫 双手一捏 化为剑木的两柄普通剑气 就被瞬间捏碎 方修塞了一把神级炼气弹 转身就跑 海骨飞鬼太多 他就算灵力再强大一倍 也绝对斩杀 不玩这么多的鬼物 炼气单化为一道道暖流 滋润方修早已干涸的经脉 灵波神行旅 发出淡淡的孕孕光滑 带着方修瞬间百米 哥哥哥 小哥哥 你好讨厌 弄坏了我这么多玩具 我要把你炼化成我喜欢的玩偶 日日把握 云空中 一道急隐掠来 鼓腰少女痴痴瞒笑 他一挥裙摆 雪白的翘腿下 无数白骨僧僧 拳头大小的蝙蝠鬼物 就振翅而出 扑向方修 这些鬼物 虽然质量不高 但飞略的速度 比起海骨飞鬼 却是快了不少 浮光掠影 剑起苍蓝 方修一剑掠起 光影缭绕 周围十丈之内 雾影弥漫 由海巢滚滚之声响起 叠叠而来 刹那间 庞佛有苍蓝汪洋声成 碧波荡漾中 千百道剑影掠起 飞扑而来的白骨蝙蝠 便全部被卷成碎渣 她是怎么办到的 古妖少女一正 眼前的场景 完全出乎她的预料 即便节目组 已经准备了多种预案 但这种一剑话牵引的技法 根本就不能以常理揣测 糟了 方修一剑挥出 体内本就不多的灵力 顷刻耗尽 整个人自半空跌落 重重摔在地上 她一跃而起 趁古妖少女分神之际 窜入密林深处 前方两山之间 有一道狭小的缝隙 只容一人通过 方修逃无可逃 三步并两步 窜入其中 慌不择路地向前冲去 她怎么跑进这里了 古妖少女愣了愣 忽然无嘴偷笑 本来还想多逗逗方修 但她闯入土原地西的领地 怕要被吓尿裤子的 她一招手 几十头海谷飞鬼 冲入缝隙追击方修 而她自己 则带着剩下的一百头海谷飞鬼 向着树里外的一座山谷飞去 那妖女到底什么来头 是人是鬼 竟然这般可怕 山谷缝隙中 方修吞服 炼气丹恢复灵力 背后又传来海谷飞鬼铠甲 和骨甲碰撞摩擦的声音 她暗叹一口气 不敢停歇 继续向前急行 两三公里后 视野陡然开阔 竟来到一座小山谷中 山谷面积不大 虽有溪流穿骨而过 却十分荒凉 寸草不生 一头头体型硕大 通体布满灰白色 石甲鳞片的泪西兽泪 匍匐在大地上 正冷眼看着 闯入骨中的不速之客 妖兽 方修脚步猛的一顿 嘴角微微抽搐 进退两难 后有海谷飞鬼 而前面的这些西兽 一个个猙獰可步 最小也有十几米长 和前世的中巴车 差不多大 大一些的 更有二十多米长 四五米高 几乎就是一辆双层巴士了 锯齿森森 尖蛇如蟒 小哥哥 你还是跟我走吧 古妖少女不知何时 出现在了山谷上方 娇羞道 留在这里尸骨无存 最终都会化为土壤肥料 但等我走多少 还能留下一副完整的骨架 美女姐姐 真的没有缓和的余地了吗 方修苦笑 为了我这一句肾虚海骨 值得吗 嘻嘻嘻 我最喜欢原洋威胁的少年狼了 制成的海骨傀儡 温热细腻 大小适合 古妖少女无嘴窃语 面颊飞红 那就对不住了 方修自怀中掏出一件事物 双手捏起法绝 轻斥一声 急 但黄色浮露就凭空燃烧 化为灰烬 一道肉眼无法观测的波动 以方修为中心 刷的一下 扩散开来 瞬间席卷方圆百里之地 哼 装神弄鬼 胡弄鬼呢 古妖少女皱了皱眉 有些无语 方修又在自我欺骗了 只是危急关头 你演得再好 也于事无补 毕竟这世间根本没有先法 倒数浮露 除了自己一淫暗爽 根本毫无作用 滋滋 然而古妖少女的心理活动 还没结束 就听到背后翅膀 传来一阵细微的电子碰撞声 随后 就猛然下坠 失去了所有动力 机器故障 电子短路 古妖少女心中一惊 吓得失声惨叫 但铠甲失控 任凭她如何重启 毅然直坠山谷 摔在方修脚下 方修微微一愣 驱灵符只对傀儡有用 难道这个古妖 也仅是一尊傀儡 傀儡娃娃 这么逼真 方修进退两难 这一次注定是要吃别的 除非节目组还另有安排 不可能的 节目组前期宣传时 就声称 这是一部充满爱恨别离的艺术大片 绝不是爽文剧 据内部人透露 方修完全脱离剧情路线 早已触怒节目组 后期的虐主大戏 只会越来越狠 越来越摧残人性 方修掏出了什么东西 一张符落 古妙惊魂 大战海谷飞鬼 偶入土缘溪谷 三场加极强戏份 百亿观众看得津津有味 都在期待后续剧情的转折与推进 但直播画面中 进退两难的方修 却突然掏出一张符落 煞有介事的捏绝念咒 让百亿观众大跌眼镜 方修又又又开始自我欺骗了 可不等他们打字发送弹幕 直播画面微微一闪 瞬间黑屏 屈灵符 一次性符落 激发后扰乱方圆百里内 一切机关 阵法 傀儡 使其失效 画面呢 怎么又黑屏了 指挥部内 陈一谋望着突然变黑的屏幕 一脸猛逼 导演 不知道出了什么故障 雾影 摄像机信号全部中断了 摄像组组长惊慌失措 声音也微微颤抖 直播过程中 信号中断 绝对是重大演出事故 卫星信号呢 陈一谋急声贺问 沉导 溪谷是一处溶洞改造的 周围又有大山密林遮挡 卫星摄像信号虽然良好 但无法探查内部景象 摄像组长切换画面 高空俯视的视角下 黑色镜头拉到最低 也只能看到半个溪谷 方修和古妖少女 均被半圆形的十顶锁挡 在雾影摄像机重启前 只能用卫星镜头暂时替代 摄像组长调整角度 尝试寻找更好的直播画面 一道黑色巨影 却在镜头前一闪而过 在场众人定睛看去 那黑影竟是一只 被升六亿的双头巨猿 基改魔兽私封魔猿 怎么把他放出来了 副导演徐博又惊又怒 寒地山脉的地底深处 分布着几十个基改兽养殖基地 培育的基改魔兽 很多一部分 都是剧情后期 才会出现的顶级妖兽 在节目组激活前 全部处于沉眠状态 通常情况下 根本不会出现在地面之上 猴 然而还不等预兽组查证 卫星画面中 又接连有一道道巨大的身影出现 头生独角的白米巨蟒 牛犊大小的赤红蚂蚁群 口吐闪电的巨大捧鸟 即便是小小的溪谷内 一条条土圆地溪 也嘶吼爬出 双目赤红 冲向迎面来的巨狼兽群 所有出现在画面中的兽类 都变得无比狂躁暴怒 没来由地扑杀所有遇见的妖兽 导演 溪谷方圆百里内的基改兽芯片 全部被一种神秘能量所冲击 所有的基改兽都失控了 一名御兽组员工 冲进节目指挥部 急声呼喊 御兽组请求支援 请立刻派遣巡位 击杀失控的基改兽 什么 陈医谋惊地瞬间跳起 急声道 先命令临近演员基地的所有武器 装备铠甲 先去营救方修 主角要是死了 还演个屁啊 你看什么看 我鬼力一时运转不畅而已 带我起来 就将你的骨头拽出肉身 膝骨中 骨腰少女重重摔在方修脚下 虽然有铠甲护身 但依然被摔得头晕眼花 她抬头看着一脸惊恶的方修 强装镇定 又发出娇柔百昧的笑声 你喜欢被活着拽 还是争熟了在脱骨 脱你妹 方修看了看骨腰少女 二话没说 一记手刀落下 骨腰少女两眼一番 直接被劈晕在地 我猜得果然没错 她就是一头灵力傀儡 方修心中暗道 灵力消散 能将一对铁骑 炼化为海骨飞鬼的恐怖大妖 现在也只能任她拿捏 不过修真世界的傀儡 都这么智能的吗 撒谎都有细微的情绪变化 不知道还有其他功能没有 方修太好奇了 虽然是修真闻名 但这科技术配点 真是配到她需求上了 猴 驱灵符激发 天空上漂浮的一百多具海骨飞鬼 也竹饺子一般 噼里啪啦的落下 砸的溪谷内 已经失控的土原地溪 愤怒嘶吼 不满锯齿的大嘴 咬住海骨飞鬼 愤怒撕扯 更有几只地溪 将赤红的双眸 转向了方修 这些妖兽 为何变得如此暴虐 微微犹豫后 还是一把将其抓起 向着来时的山系里冲去 吼 两只十几米长的地溪 嘶吼咆哮 四只利爪扣着地面 身躯如蛇摇曳 冲向逃离的方修 山系狭窄 只容一人通过 但巨蜥力大无穷 受找坚硬锋利 两旁的岩石如同豆腐一般 被他们掏烂 奔跑的速度并不比方修慢多少 可恶 忘了这些海骨骑士了 方修冲到山系中段 前方的通道 都被瘫痪的海骨飞鬼 堵得死死的 他将古妖少女扛在肩上 双手握紧黑影剑 将堵入的海骨飞鬼 一只只全部劈碎 残枝乱飞 吼吼吼 身后追来的土原地溪 似乎头脑不大灵光 被方修劈碎的海骨 落在他们身前 历史引起他们的注意 发疯一般 将本已破碎的海骨 又撕咬了好一阵 也让方修得到了片刻喘息时间 他跑出猎系 还未走远 就感到天空一暗 方修抬头望去 夜空中 一只足有三十米高 生着六亿双头的黑色巨猿 就飘浮在他头顶 哦 巨猿充满暴虐情绪的 凶猛俯视方修 人形的倒影映入脑海 丝封魔猿不知想到了什么 巨猛中浮现狂怒仇恨的凶光 他张开大嘴一喷 石道锋刃射向方修 哥们 有话好说啊 方修一个机灵 连忙闪回山系 背后土石崩裂 半座小山都被锋刃切碎 呼呼呼 穿山服 方修手中金光 一股奇异的力量 瞬间将他笼罩 金刚穿山服 一次性浮落 激发后 修者可获得短暂的金光之力 双手媲美大妖极穿山甲兽 挖动能力加一千倍 还需要自己挖 方修激发服录 一脸愣逼 但后有蒂西 前有魔猿 他顾不得抱怨 双手插入石山 原本坚硬如铁巨石 此时就如木屑一般 方修双手连袍 只几息时间 就冲入到山体之中 初时 背后还有蒂西和魔猿的咆哮声传来 两只蒂西在身后一路猛袍 挖动追杀 但渐渐的 也被方修甩在身后 性命攸关 方修顾不得辨认方向 在大地与山脉中横冲直闯 不知走了多远 直到他奋力猛袍的双手一空 似乎是冲到了山体尽头 前方再无山石 方修收回双手 用力一踹 石壁四散崩飞 出现在眼前的 竟是一处干燥宽阔的地底空间 空间周围的岩壁上 布满未知的金属矿石 散发出淡淡的暖红色荧光 将整个空间照亮 看上去有些 暧昧 暂时安全了 方修长出一口气 将肩上 扛着的古妖少女放下 自己也盘坐在地上 运气调息 恢复体力 妖兽突然暴动 原因不明 方修决定 等到天亮再出去查探 他看了看趴在地上 一动不动的古妖少女 从地上捡起一块小狮子一坛 恰巧射中古妖少女的屯 古妖少女似乎全无知觉 只有裸露在外的小脚丫 微微地攻了一下 我身为玄天好宗弟子 正道中人 必要坚定使命 不忘初心 以降魔除妖为己任 造福一方百姓 未借无辜往死的冤魂 方修自言自语 刷的一声 抽出黑影剑 敲了敲地面 我也是被人指使的 他们逼良为鬼 古妖少女一翻身 麻利地坐了起来 睁着一双单纯无辜的毛子 直勾勾地望着方修 右手隐蔽地揉了揉屁股 我当然知道 你是被人指使操控的 否则 你还能活到现在 方修淡淡一笑 衣服我全都知道了 还有你说的神态 看上去有点高深莫测 你知道 古妖少女一愣 你知道什么呀 剧本后续 我都不知道 我什么都知道了 所有的一切 你还打算瞒多久 假的真不了 真的假不了 你以为天衣无缝 其实漏洞百出 方修笑道 这么长时间 你们不会以为 你们都察觉不到吧 我又不是真的傻 什么 古妖少女一阵 整个人像是被雷电击中一样 呆立半上 都没有从震惊中缓解过来 他知道 他竟然知道 知道这个世界是假的 知道根本就没有先法倒数 知道他只是个演员 怪不得他一直按照相反的剧情 来推进 原来他都知道 只是在陪节目组完 装作自己一无所知 这怎么可能 IQ一千都察觉不到吧 有一说一 这种事情虽然一开始很难接受 但事实就是事实 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 懂得都懂 你不懂我也不多说了 你细细品吧 毕竟这里面利益牵涉太大了 说了 对你 我都没有好处 你就当不知道就行了 毕竟水太深 我怕你把握不住 方修自言自语道 就像我来到世界 有时候我很希望 这只是一个梦 但身为一粒微不足道的扶贫 命运岂能被自己掌控 我虽不愿 也只能默默承受 做一世之主角 你还知道自己是主角 古妖少女小嘴微张 金的腿都合不拢了 他真的知道 他全知道 太神了吧 说吧 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 方修重新看向古妖少女 先说说你自己 我 古妖少女张了张嘴 就算方修真的知道了一切 但很多事情 他也是不方便说的 毕竟签署了保密协议 只能让节目组 和他解释一切 但无论如何 都要瞒着观众 不过自己的信息 似乎不算是秘密 毕竟方修已经窥探到了 世界的真相 我叫陈玥 今年17岁 体重90 三维88 60 90 喜欢吃糖 严控声控 喜欢霸道宗主式的小哥哥 目前恋爱史空白 家里管得太严 陈玥尔边想边说 觉得嘴里的道具有些碍事 他将冲气舌头 和锯齿牙套摘了下来 擦了擦口水 继续说 本来我是不参与这个活动的 是被强迫的 他们根本不理解我感受 只做他们认为是对的事情 嗯 这人是我喜欢 纯少女半罗利 方修点头 为修真世界的傀儡 制造水平和精细程度 鼓掌 看了看陈玥尔脚丫旁边的舌头 锯齿道具 又看了看陈玥尔的背齿和小舌头 方修觉得自己安全了很多 所以 你是什么材料做的 方修仔细回想 他之前抱着抱着陈玥尔逃命时 单从触感而言 几乎与真人无异 比起前世的分层硅胶 强的不是一点半点 什么材料 陈玥尔一愣 他低头看了看自己 觉得自己被深深地冒犯了 我都是全天燃的好吧 你这么怀疑 很不礼貌地知道吗 陈玥尔气鼓鼓道 如果方修是女的 他肯定要让其心服口服 果然不出我所料 方修顿时兴致缺缺了 好邪恶的邪恶手段 竟然用少女的尸体 炼制傀儡 什么什么 陈玥尔眨了眨水灵灵的大眼睛 一时没反应过来 傀儡 我 所以 你被炼成傀儡后 内部结构改变了多少 都有什么功能 方修问道 修真事件 修炼邪恶法门的修饰定然不少 今后再遇到这种灵力傀儡 胜率也会更高一些 甚至 他到现在 都没看出陈玥尔与普通人类的区别所在 似乎很有必要进行更加全面深入的探查 陈玥尔 原来他说的知道 竟只是这个知道 你别用那种眼神看我 迎着方修充满求知欲的目光 陈玥尔心里咯噔一下 我功能不是很全的 你别动手动脚啊 我就算是一头傀儡 也是有馈格和感受的 陈玥尔向后靠了靠 周围灯光暧昧 他忽然很没有安全感 你想什么呢 方修想到 陈玥尔是有什么炼制而成的 心里一阵恶寒 我可没这种特殊癖好 你那是什么眼神 陈玥尔跳了起来 他分明在方修的眼神中看到了嫌弃 他竟然嫌弃小仙女 好气啊 好想证明自己 阴阴阴 妖念 你想干什么 方修见陈玥尔跳起 有向自己扑来的倾向 连忙抓起黑影剑挡在身前 屈灵符已经将陈玥尔全身灵力驱除殆尽 此刻这头实力恐怖的蛊妖傀儡 早已如同废人 他现在扑过来 仅从物理层面而言 根本伤害不了方修分厚 唯一的可能就是 这傀儡要采阳补音 无耻 你在想什么 不许乱笑 陈玥尔都要气哭了 我和你想的一样 方修十分警惕 若这头蛊妖傀儡胆敢靠近一步 他必一箭斩之 若非他对炼制傀儡有些兴趣 早在溪谷时就一箭杀了了事 讨厌 我再也不要看到你了 陈玥尔白口莫辩 只能气哼一声 转身走向来时的涌道 方修也不去追赶 他站起打量周围岩壁上的矿石 由于无法感知灵力 方修判断不出 这些矿石的具体品质 因此打算挖下一块带走 若矿石确实价值不菲 日后再来此处开采便是 方修走到岩壁前 趁着金刚穿山服效力还未减退 双手伸入石壁 很轻松就挖出一枚拳头大小的赤红金石 系统增幅 捧盆等肉饼 以触发 探测到周围存在不明道具 不明道具 方修微微一正 获得系统十余日 他一直以为系统增幅只是鸡肋 毕竟只有很小的概率 发现宝物 周围有宝物 方修精神大振 不知上古残宝 地气神兵 还是绝世秘籍 天才地宝 方修伸出双手 在石壁上奋力刨挖 碎石飞剑 不一会的功夫 就将周围十余米的岩壁 地面挖了个遍 最终在一个隐蔽的角落中 发现了一个秀极斑斑的大铁箱 铁箱长约一米 看上去分量不轻 方修在手上抛了抛 约有两三百斤的重量 铁箱样式古老陈旧 一系能够看到 腐蚀殆尽的流金花纹 箱子正面的铜锁周围 还有一个凸起的浮雕造型 是一个巴掌大小的方盾 上面扶着一头 仰天嘶吼的双头翼龙 盾牌周围 还有一圈紫金花组成的环纹 与方修前世 北欧风格的家族徽章 十分相近 喂 你有多余的鞋吗 陈鱼尔一瘸一拐地走回地底空间 他赤着双脚 柔嫩的脚底 根本承受不住地上的粗砂碎石 没有 方修摇了摇头 顾不上搭理这头 对他响入飞飞的灵力傀儡 他举起黑影剑一批 铜锁破碎 掉落在地 方修掀开铁箱盖子 正了正 神色变得有些古怪 现在有了 你从哪里刨出的箱子 陈鱼尔这时才注意到 方修脚下狼藉的地面 以及不知何时出现的铁箱 他一蹶一拐地走到方修身边 看向铁箱 脸上的神色也顿时精彩起来 铁箱内塞满了各种物品 其中以服饰居多 都是一些北欧中世纪风的长裙 裤子 衣衫 甚至还有两双水晶高跟鞋 不会露线吧 陈鱼尔艰难地咽了咽口水 头皮有些发紧 他只看一眼 就历时猜出了这些物品的来历 我真能修成个仙 号称史上投资最大的真人秀 筹备十年 光是前期G36星球改造 就耗费了八年之久 节目组十年没开张 经费紧缺是家常便饭 为了有效利用节目资源 缓解资金压力 节目组曾将G36的部分区域 租赁给各国剧组使用 后来更是将几座废弃的小行星 拖拽到G36星球 造成山脉 高峰等地貌 方修发现的这个箱子 很可能就是国外节目组杀青后 因为疏忽而没有带走的道具 并在后期的寒帝山脉塑形中 被直接掩埋在了山下 我还以为有什么质保 原来只是一些杂物 方修有些失落 却并未对铁箱本身产生怀疑 玄天号宗八千七百五十三届 剑系弟子入门手册中 曾简略记载神骁大陆的历史结构 按照手册的说法 现在是金谷时代 而在金谷之前 还有中谷 上谷 远谷 更谷 洪荒五大时代 每个时代 都诞生过不计其数的强大种族 浩瀚历史长河 又湮灭了多少璀璨耀眼的文明与传说 在大山深处 发现古老文明的遗物 自然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至于为什么会被掩埋到地底深处 或许是地壳板块运动所致 方修将水晶鞋递给陈月儿 自己又在铁箱中翻了翻 除了服饰衣物外 里面还有一些 例如皮鞭 蜡烛 头套等物品 还有一些稀奇古怪的 不知有何用处的奇怪咚咚 看得陈月儿一阵脸红 耳根发热 露下这些道具的剧组 八成不是什么正经剧组 而就在陈月儿打算眼不见为敬时 旁边的方修突然发出一声轻疑 陈月儿扭头望去 当时就傻住了 就见方修弯腰伸手 自铁箱中取出一柄造型古朴大气的短锤 锤头形似长方体 铜体乌黑 锤面上刻了一些颇为繁复的花纹 锤柄的把手上 也有一些类似到三角的凹槽 增加摩擦感 方修隐约记得 他在前世的大漂亮剧中 似乎看见过类似的物品 仔细端向短锤 方修在锤柄处 还发现了三个十分隐蔽的按钮 这锤子就很普通的样子 你不要看了 把它给我吧 陈月儿忽然变得有些急迫 伸手就要去抢短锤 你扔的这锤子 方修立刻警觉起来 一头失去灵力 沦为人质的傀儡 竟然不顾死活 来抢他手中的东西 此物一定非同小可 方修手臂轻轻一挡 陈月儿就像撞在大山上一样 被震退了好几步 方修轻轻按了一下锤柄最下方的按钮 充满暖红色的洞穴中 忽然暴闪出一盆蓝光 原本平平无奇的短锤的周围 竟然出现了一圈缭绕暴闪的雷电 法宝 方修眼睛都亮了 他又看了看另外两个按钮 先按了下中间的按钮 短锤周围雷电光芒瞬间减弱 手动调节微能大小 还真挺原始的 方修挺拔战力 单手高举短锤 按动最上端的按钮 在陈月儿欲哭无泪的注视下 短锤雷电大胜 一道闪电射出 将岩壁轰出了的一个小坑 碎石飞溅 完了完了 节目画风越来越古怪了 陈月儿捂着眼睛 实在没眼看了 就这 方修大失所望 这特效唬人还行 但伤害量不是一般的小 甚至不如他随随便便打出一拳 不应该啊 难道是岁月的无情侵蚀 让神器威能大减 方修不死心 又按了按威能增强按钮 接连十几道闪电射出 一道不如一道 越来越弱 到了最后 甚至连点电话都没蹦出来 你看我说他普通吗 不如把他借我 出去的通道都被堵住了 我可以用他凿开石头 陈月儿道 方修没有说话 他低头看着手中的短锤 心中微微一动 调动体内灵力向着短锤涌入 短锤威能见消 很可能是里面的灵力消耗殆尽了 嗡 果不其然 当灵力进入后 原本如同死物的短锤 竟然微微震战起来 方修健壮 连忙加大灵力输出 同时吞服几粒神级炼气丹 补充体力 半晌过后 当方修头上布满汗珠 短锤终于充能完毕了 或许是一种错觉 方修觉得 短锤经过灵力滋润后 品质似乎高了一些 表面的金属感也更强了 雷霆之神 方修再次高举雷锤 一声大喝 只听轰的一声 地底空间忽有轰鸣的雷声响起 一道粗如婴儿胳膊的雷电 自锤中轰出 直接将方修面前的墙壁 轰出了一个足有二十多米深的大坑 吐石飞溅 空气中全是胶着的雷电气息 陈尔尔的头发 都不受控制的根根飘起 他看着自己面前手持雷锤 威额站立 宛若天神下凡一般的男人 心里只有一个念头 节目组 怕是要被方修逼疯了 嗨嗨 这也太酷了吧 方修伸手扫掉头发 和身上的碎石尘土 无比兴奋 若是之前在山神庙 有如此力气在手 再多的海骨飞鬼 都要被他电得窥崩骨解 至于身边的这头灵力傀儡 就算不死 也要被刺激的公腰颤腿 脚趾紧扣 销魂散破 前面似乎还有空间 将雷锤插在腰上 方修看向被雷电轰开的深坑 里面有淡淡的光亮传来 似乎别有洞天 方修见状 微微迟疑 虽然对面的空间 寂静无声 光线柔和 但他心中却生起一种 忐忑不安的情绪 似乎里面潜伏着 某种未知的危险 别去 里面危险 方修还没决定进入 陈月尔就一把抓住他 这里面很可能是 上古大能的墓穴 有大恐怖 我们境界微弱 恐怕一进去 要被磨成粉末 魂飞魄散 永世不得超生 你千万要三思而后行 你如果这么说的话 那样的女人越会撒谎 更何况 陈月尔还不是个人 妖念 又想骗我感情 弯腰走入深坑洞穴 迎面吹来的空气 干爽而温暖 甚至带着一抹淡淡的香气 方修心中的好奇更胜 他穿过坑洞 发现对面的空间还要更大 足有几千平米 里面空荡无物 只在中心位置 有一座高约一米的宽大石台 石台上放置着一件圆形的物品 因为被兽皮覆盖 方修无法看清物品的全貌 这是哪里 陈月尔也跟了进来 发现周围环境与第一个空间 相差不多 不由地松了一口气 还好这里不是节目组的地下基地 否则被方修看到什么 肯定是要露馅的 这好像是一枚大弹 而方修已经走到中央处的石台 将上面覆盖的瘦皮掀开 一枚足有两米长的巨弹 出现在方修面前 巨弹通体晶莹 宛若碧绿的美誉 借助周围岩壁上的金石光泽 方修隐约能看到 巨弹中正 孕育着一种神秘的生物 虽然形态不明 种族不明 但仅凭着脉象和周围环境的衬托 方修觉得这里面的东西 肯定高大上 威猛狠 这是基改兽的培育基地 陈月尔也注意到了石台的巨弹 嘴角不受控制的抽搐 他虽然进组时间不长 但因为大学专业的关系 对基改兽信息格外关注 生物科技历经三百年发展 早已取得难想象的突破 人类可以根据需求 融合篡改银河系内大部分兽类的基因 制造出新的物种 像之前在溪谷内遇见的土原地稀 很多商业性质的生物科技公司 都能研发生产 属于流水线产品 这些基改兽 虽然迈向可步 实力不弱 但危险性并不算高 家用的防身武器 就能轻松将其击毙 但鉴于基改兽的高潜力 可塑性及可控性 一些国家投入巨力 试图研发出 拥有更强能力 适用于星际战争的基改魔兽 下国也不例外 据陈宇尔的了解 节目组在筹备阶段 就获得了军星号委会和科学院的支持 取得了很多处于试验阶段的基改兽胚胎 军星号委会和科学院 希望借助修仙者大战的形式 检验和测试基改兽的各项战斗数值 这枚巨弹 很有可能是军星号委会和科学院 赠送给节目组的基改兽之一 陈宇尔心中暗道 他打定主意 无论如何 都要拽着方修 尽快离开这里 每多逗留一秒 节目组露线的风险也就越大 小道士 你不要命了 快离那东西远一点 我若没猜错 他应该是一头上古凶兽的卵 陈宇尔装出极度害怕的样子 惊恐道 这种凶兽幼崽 一出事就有真英镜的实力 而且极度是血 你若把他惊醒 我们都要被他活生生吃掉的 你说 他是上古凶兽幼崽 方修文言不禁反省 他有一枚玉兽丹 可降服任何强大的妖兽 之所以一直没用 就是想寻找一头血脉非凡的妖兽 上古凶兽幼崽 可不是想见就能见到的 若是错过了这一次 下次再遇见 不知要等到何时 绕着巨蛋走了几圈后 方修拔出黑影剑 决定在巨蛋上凿出一个小孔 将玉兽丹塞进去 凶兽幼崽不知何时才能发育完全 破壳而出 但只要玉兽丹融化在蛋液中 终有被凶兽幼崽吸收消化的一天 说干就干 方修跳上石台 在巨蛋大头的一面 用黑影剑小心翼翼地凿了起来 你 你在干什么 陈玉尔被方修的举动吓得一跳 当然是收服这头凶兽幼崽了 方修取下一块指甲大小的蛋壳 轻轻扣破蛋膜后 将玉兽丹塞了进去 收服凶兽幼崽 陈玉尔看着一脸严肃认真的方修 眨了眨眼 差点没笑出声来 直到这时 他才真正体会到 方修对于修真世界的坚信不疑 只是这世上 根本就没有什么凶兽妖兽 就算有 方修也根本无法收服 每一头被基改而生的兽类 在诞生的那一刻起 都会被技术人员植入控制芯片 确保基改兽 终生都在人类的掌控之中 总有一日 我会凝聚真英 成为这世间最强大的修士 所降服的座棋 自然也不能太差 方修想了想 又取出身上所有的神级炼气丹 全部塞入巨蛋 这才将蛋壳小心翼翼地放回原位 说来也十分神奇 当蛋壳归位的瞬间 巨蛋渗出几缕黏液 竟然自动将破损处修复 看得方修嘖嘖撑齐 对巨蛋内的凶兽幼崽 又多了几分期待 系统提示 金刚穿山服距离失效 仅有一炷香时间 服录快失效了 方修身形一晃 出现在岩壁旁 双手插入岩石 向上挖去 喂 你不会把我一个人留在这里吧 陈宇尔见方修 根本没有叫上自己 不经气急 他留在这里 节目组工作人员 也会接他出去 但能不能出去 和方修肯不肯带他 完全是两回事 他陈宇尔不看结果 只看态度 我不杀你 以示网开一面 难道还要带你出去霍乱人间 方修回道 这头骨妖傀儡 潜伏在山神庙 不知残害了多少过往行人 罪孽深重 本该一箭斩杀 但念在他灭杀西伯府铁骑 间接为二十六名惨死的 玄天号宗弟子报仇 方修才将他留下地底深处 自生自灭 灵力傀儡并非生灵 灵气耗尽后会自动陷入沉睡 以后是死是活就看他造化了 方修在石层中穿梭 很快就消失不见 破碎的土石将通道重新堵死 陈宇尔就算身上的铠甲恢复动力 也难以沿着方修开辟的通道 爬上数千米之上的世界 方修 你给我等着 等我出去 一定要要你好看 陈宇尔气得小脚直动 有生以来 这是他第一次被男生冷落无视 他一定不知道我生起气来 会有多么可怕 陈宇尔紧咬背齿 滋滋作响 尹哥 想开点 不就是打双人牌 被全程直播了吗 谁还没个生理需求 反正你和胡言静瑶也是未婚 今后还是有希望付出的 寒地山脉深处的一个小山丘上 赵志景安慰道 虽然他言辞懇切 但谋子深处 有无法掩饰的幸灾乐祸 前夜方修撞见尹之间 和胡言静瑶 违反节目组规定 私下偷情 影响恶恋 两人在节目中的戏份演完后 不但得不到任何片酬 甚至还要被整个演艺圈 列入黑名单 没关系啦 我倒是觉得 有些事情可以反过来看 一旁的肥宇清 却很认真道 讲真 你以前也就勉强三线 甚至还没有一些 特约龙套知名度高 但经过这一次曝光 热度够爆 你讲话能不能不要那么急扯 影之间翻白眼道 难不成我要借着热度 去岛国拍星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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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托的啦 要去拍片 也是忽言静瑶去 你要体力没体力 要尺寸没尺寸 你拍片 就超扯的 肥宇清 我觉得 你可以趁着热度去带货的 我可以给你捧根 带货 带什么 寄生用品 影之间没好气到 我一直都很有追求的好吧 带货很调品的 干 不然脸 你想怎样 肥宇清恨铁不成钢道 你造吗 我都没有再怕的啦 一整个被你打败了 人手心要吃饱肚子 你这样子很鸵鸟 我怎么感觉 你说话叽叽歪歪的 影之间嘴角抽了抽 有点想抽人 歹试啦 肥宇清耸了耸肩 我提的建议而已 难得空闲 大家一起商量 怎样才能发财 发财还不简单 和那些5T去找方休 影之间指着头顶上 不时遇见飞过的一群群5T道 节目组已经将悬赏金 提高到了两千万华夏币 这可是一流演员一部剧的片酬 若是运气好 一招变小康 一千多名5T 找了一页都没找到 我去了有什么用 裴宇清摇了摇头 我如果真是运气亨通 我不去找财 才都会自动来找我 哼 那你就等着方休 从天上掉下来吧 赵志景起身 拍了拍屁股道 闲着也是闲着 我去碰碰运气 话音一落 就架着长剑飞走了 我也去看看 影之间也有些心动 遇见景随其后 顺势而为 才能发达 两位哥哥执念太深了 裴宇清摇了摇头 从怀中掏出一本泛黄的古书 慢慢摊开 正打算深入研究 忽然感到地面微微震战 而后 仅仅几夕时间 距离他盘坐之地 三五米的草地 忽然向下凹陷 还不等裴宇清反应 地面忽然崩裂 尘土飞扬 一道身影 自大地伸出月初 警惕地向四周环顾 方 方休 裴宇清精的瞠目结舌 范黄的古籍 都自手中无声滑落 万万没想到 方休竟然会真的出现在自己身边 甚至还是从土里钻出来的 果然 做人还是要始终如一地坚持才对 若他之前跟着赵志景 尹之间离去 真的是和两千万擦肩而过了 终于回到地面了 方休自地底跃起 落在地面 想四处环望 这里远离密林 周围并没有暴虐妖兽的身影 只有一个看上去就很闷骚的年轻道人 正一脸惊恶地望着自己 看上去似乎有些眼熟 裴师兄 方休也有些意外 没想到会在这里遇见同门 方师弟 是我 肥宇清强压内心激动 他捡起掉落在地上的书籍 隐蔽地按下通讯手环按钮 这才问道 方师弟 你怎么从地底钻出来的 此事一言难尽 方休苦笑摇头 昨夜的经历 此事响起 依然觉得十分狗鲜 仅仅是想替惨死的同门师兄报仇 斩杀几名西伯斧铁骑 却意外遇到了强大的古妖傀儡 若非有驱灵符 金刚穿山符 后果不堪想象 裴师兄 怎么不见尹师兄和赵师兄 方休问道 他们句话摘了 裴宇清随口应道 他见方休的目光落在自己手中古籍上 将腰带寄紧 裴师兄对佛门点击也有所涉链 方休却看得清楚 那本快被翻烂的泛黄古籍上 六个大字赫然醒目 花草合上外转 空气中忽然飘来石南花的味道 方师弟 真的是好巧啊 尹志坚和赵志景两人 接到节目组消息后 欲见而返 神色复杂 提前离场十分钟 生生错过两千万 看着裴宇清的眉毛 因为窃喜而按捺不住的乱条 两人脸都绿了 两位师兄别来无恙 方休起身 拱手行礼 他见尹志坚神色殷勤不定 目光飘移 只以为他在为与忽颜静谣的苟且而惭愧 不由地开口劝解 尹师兄 我对忽颜姑娘并无半点情谊 说来还要感谢尹师兄 替我挡去了九长老安排的婚约 至于你和忽颜姑娘 构陷李寻道长老一事 我相信 这绝不是你二人的本意 方休笑道 前夜 他碰巧撞到尹志坚和忽颜静谣苟且 意外获悉 李寻道是被两人算计时也极为恼火 但后来回想 却觉得以尹志坚和忽颜静谣 两名外门普通弟子的身份与实力 根本不可能将一位成名已久的金丹七强者 算计在鼓掌之中 更何况 两人非但不能从这件事上获得任何好处 反而有被李寻道杀人灭口的威胁 这很可能是宗门高层部下的局 或许和九长老有些关系 这娘们一看就不太像好人 日后再说 多谢方师弟理解 不提忽颜静谣和李寻道还好 方修真是善解人意 奶疼提娜 几位师兄不是要在西伯城逗留几日吗 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方修问道 师弟应该知道 天才地宝所在之地 必有妖兽助手 尹之间收敛情绪 陈寅道 今早听闻山脉中出现兽巢 列宁涵的几个儿子离其失踪 西伯父派遣千余名修士 进山除寿 我们想借此机会进山巡耀 师弟可愿一同前往 多谢尹师兄好业 方修摇头拒绝 他已经耽搁了一日时间 若被西伯城的那个金丹镜和尚找来 后果难以想象 师弟要去荧光巨城赛 尹之间哪里会让方修再次消失 他酝酿了一下情绪 上前拉起方修的臂膀 热情道 我们此去寒苍山脉深处 恰好途经荧光巨城 我们虽然渗入寒帝多次 但一直没有机会进入 荧月巨城是寒帝九大巨城中 极具特色的一座 通体由寒苍山脉中的一种骑士所累 通体银白 远远望去如同冰雪之城 赵志景也连忙说道 黄豆大的眼睛充满期待 方师兄 我们结伴行 也可以相互照应 裴雨卿也发出诚挚的邀请 既然如此 就一起去吧 方修想了片刻 缓缓点头 三位师兄都是外门弟子 境界不会超过练七八层 一旦在寒苍山脉中遇到西伯府铁骑 很可能会遭受毒手 念在同门之意 方修也不介意护送他们一程 摄像组 后勤部 立刻调集剧组所有的雾影摄像机 在方修 方圆两百公里内 全方位布置 绝不能让方修再次脱离镜头 节目指挥部 陈一谋有气无力地坐在直播操控台前 为了寻找方修 他整整一夜都没有休息 此刻早已是精疲力竭了 导演 陈一谋被找到了 在积改寿七十一号基地 说有重要情况汇报 副导演徐博接到下属来电后 立即将消息报告给了陈一谋 他怎么跑到地下室基地去了 陈一谋虽然有些意外 却并没有将陈远的话放在心上 一个靠关系进入剧组 暑假演戏玩玩的关心号二代 能有什么重要消息 戏份古妙惊魂只演了一半 就被方修彻底打乱 荧光修成的戏份 还要重新进行规划呢 无边 接下来的戏份 采用哪一套备选剧情最为适合 陈一谋揉了揉太阳穴 有气无力地扭头问道 导演 我正要向您汇报呢 吴一范推了推鼻梁上的无片近况 性格特点的分析结果来看 我建议放弃一切备选方安 采用全新的剧情设计 全新的剧情设计 陈一谋精神猛被一震 没错啊 之前设计的方安 都建立在方修只是一个普普通通 毫无特点的工具人基础上 如今方修已经彻底失控 若是还延续之前的方安剧情 肯定无法取得预期的效果 你仔细说说 陈一谋来了兴趣 方修生活在21世纪 那个时代正是我国破除封建残余思想 树立道德兴风尚 工序良俗 文明自信蓬勃发展的黄金年代 电影电视都极具主旋律特点 成长在红旗下 深受新时代新文明教育的方修 对传统的封建思想 肯定是深恶痛极的 因此 我建议对方修反其道而行 吴亦泛从怀中取出刚刚打印出来的剧本 神秘一笑 陈导请看 若是采用了我 这套剧本 不但可以让狗血剧情继续 甚至还能为方修树立一个新的宿命之敌 吴亦泛顿了顿道 一个拥有主角母版的宿命之敌 其跌宕起伏的命运 绝对可以引起广大观众的共鸣 甚至在未来人气超过方修 也并非没有可能 好好好 这个剧本实在是 陈一谋翻看剧本 越看脸上的神色就越精彩兴奋 实在是太狗血 太中二了 你怎么不早点拿出来 陈一谋捶了吴亦泛一拳 忍不住笑道 以我从业多年的专家级眼光来看 这绝对是算得上是旷世之作 导演 原创不易啊 想要写出一部与众不同 所有人没曾见过的题材 实在是太难太难了 吴亦泛感叹道 谁都知道套路爽文好写 既稳妥来钱还快 但不一心一意搞创作 如何对得起支持我的观众 决定了 就采用这个剧本 陈一谋一拍桌子 将备选演员名单拿来 一天时间 所有演员必须全部就位 陈道 我也有一个建议 一直默不作声的秦湘云忽然道 鉴于方修目前实力不明的状态 我建议全面升级武力结构 并增加新的角色 新的角色 陈一谋有些不解 我要安排军方人员参加演出 秦湘云看着方修打斗的回放 淡淡道 角色设定 必须与方修关系密切 这个方修 不对劲 轰 轰 轰 寒仓山脉深处的一座山谷中 铁蹄轰鸣 一对对身着仲凯的西伯斧铁集 急迟而过 树木阵战 落叶速速飘落 头顶云空 也不时有遇见的修士飞掠而过 空气弥漫着腐朽的血腥气息 遍地都是妖兽的残肢碎片 方修和尹之间三人 藏身在一座小土山后 等西伯斧铁骑全部离去 这才小心翼翼地走出 西伯斧真是财大气粗 这些药零二三十年的药材 竟然就直接御马而过 赵志景一脸肉疼地趴在地上 扯出背后的药篓 将草地上还算完整的药材 一一捡起 放入篓中 毫不顾忌身上的道袍 可能会沾染妖兽的鲜血与残肢 生动细微的肢体表演 将一名在修真世界 苦苦挣扎活命的小修形象 演绎得淋漓尽致 发达了 发达了 有些药材 进入内门指日可待 尹之间和裴雨清 也带着浮夸的表情 四处寻找未被破坏的药材 不时发出欣喜 而兴奋的惊呼 方氏帝 这片山谷 以往有强大妖兽把守 现在妖兽陨落 正式发财的好大时机 你按这本药集图谱 也多采摘一些年份药材 以后无论是拿回宗门上脚 还是留作修炼所用 都是极好的 尹之间两眼放光 不断将拾起的草药放入筐楼 还不忘将一本图谱抛给方修 后续剧情大变 节目组需要至少一整天的时间准备 陈一谋已经给尹之间三人下了死命令 无论如何 都要尽量拖延方修前行的速度 贪财好色 男人本性 方修取向正常 色药大概率是不行了 但零食应该可以 百草图 方修接过图谱 简单翻看后 就随手插入腰间 并没加入采摘的队伍 年份药材 对寻常修者而言 或许十分珍贵 但在方修眼中 却毫无用处 他之前走进山谷 并未在这些散发浓烈一箱的药珠上 感受到任何的灵力气息 身为一名万中无一的灵气绝缘体质者 这个世界的灵药零食 在他而言 与废铁无异 但隐之间三人的采摘效率太低 没有半日时间 根本不会结束 想到浮摩金刚宗的大和尚 随时可能追来 方修觉得自己 有必要帮他们加快速度 练气九层 目光如炬 分毫必显 方修目光一扫 千米范围内 所有隐藏在杂草中的药珠 都被他辨识出来 脚下神星履一滑 方修如鬼魅般飘出 他双手连动 一步百米 效率堪比联合小麦收割机 虚余之间 几百株药材就被他全部摘取 甚至还分门别类地进行了捆扎 方修身形一闪 又向山谷更深处而去 方修上钩吗 我们演技高超 他怎么可能不心动 我见他往山谷深处去了 这里的药珠至少有上万克 足够拖延他几个时辰了 隐之间和赵志景 装作全心全意收获年份药珠的样子 不经意间凑到一起 低声交流 靠 不远处的裴雨清 却突然站了起来 神情惊悚地指向一个方向 话都说不出来了 怎么了 卧槽 隐之间和赵志景闻声抬头 瞬间傻住了 只见山谷深处 方修神态轻松地阔步而出 肩膀上还扛着一个仿若小山 全部药珠捆扎的药团 仅是粗略估算 就不下两三千斤 山谷内的药珠都被我踩来了 三位师兄分一分 就继续上路吧 方修走近 将肩上的药团扔在地上 如同一座小山 师殿 你大可不必如此 隐之间三人面面相去 感动的嘴角都在抽搐 背这么沉的药珠行走 怕还没到荧光聚成 就要被生生累死 这些药材既使你采摘 都给我们很不合适吧 赵志景机遇推让 我若没看错 三位师兄的境界 距离内门弟子 尚有一段距离 正需要这些药材辅助修行 方修摇了摇头 听师弟之言 难道你已经达到了内门弟子标准 裴宇清灵机一动 反问道 机缘巧合 在昨日刚刚晋升练七八层 方修点头道 防人之心不可无 出于慎勇 他故意提报了一层境界 原来如此 恭喜方师弟进入内门 自此飞黄腾达 亦飞冲天 影之间三人同时拱手祝贺 表情诚挚 暗地里 却齐齐翻了一个大大的白眼 连节目组安排的金手指云林阵御工 都没有日日修炼 鬼才心里练七八层 但这话 他们也只敢在心里说说 毕竟 方修是真的能打 他们三个虽然穿戴了节目组 最新发放的升级款道具 也不敢保证自己 可以压制方修 因此 靠武力揭穿方修 虚报境界的念头 刚一升起 就被三人历史打消了 那我们上路 三人对望眼 都看出彼此眼中的绝望 但剧情演到这里了 也只能只能硬着头皮 抗起来 笑不活了 三个配角 没把方修安排明白 倒把自己装进入了 我猜 他们最开始肯定想过 用武力揭穿方修的胡话 方修那么勇 谢三丰都不是对手 他们三个连武器都不是 拿什么和方修斗 勇气吗 这些我都不关心 我就想知道 方修消失的几个小时 他去了哪里 受潮是节目组的安排 还是演出事故 方修再次回归镜头 直播间内的观众 非但没有因为演出事故减少 收视率反而又上了一个小台阶 关注方修的同时 也期待节目组 给出合理的解释 但陈一谋此刻 根本顾不上回应观众的诉求 连半个小时坚持不了 算什么男人 指挥部内 陈一谋气的直拍桌子 新剧情的演员刚刚选定 台词 道具 场景 服装 都还没有准备妥当 方修若提前到达荧光剧城 这戏根本没办法正常演出 难道真让方修送个骨灰盒 就走 剧情的紧凑度在哪里 狗血的人文艺术性又在哪里 把原剧情安排在北甲湖的大boss 调到寒苍山脉 荧光剧城的宿命之敌开篇 老子一定要演的精彩 引起共鸣 陈一谋临时决断 把魔头放在寒地 徐伯吃了一惊 原剧情中 为魔头设计的战斗特效 场面震撼 过于离谱 寒苍山脉中 隐藏着很多鸡改兽培育基地 若因特效波及 再度引起寿潮 方修保不齐 还要消失不见 你喘得好厉害 我速度慢一点 寒苍山脉深处 四道身影在山林中快速奔跑 方修走在最前面 为了照顾三位练齐六七层的师兄 他已经走得很慢很慢了 但三位师兄全力奔跑 依然十分吃力 尹之间和裴雨清 虽然脸色胀红 气喘吁吁 倒也能跟得上 但赵志景师兄 就吁得有些厉害了 整个人像是从水里捞出来一样 被远远掉在后面 难得师弟好兴致 你尽管冲刺 师兄咬咬牙 还能遭得住 尹之间开口笑道 有点上气不接下气 他们三人都装配了剧组道具 即便奔跑如飞 并不会消耗太多体力 但扛着七八百斤的药株 上身保持同一个姿势不变 时间一长 也很煎熬 救命啊 我是神异剑宗弟子 你们敢杀我 宗门必会为我报仇 啊 快逃 这魔头已经杀疯了 四人翻上一座高山 山脚下突然传来了几道凄厉的惨叫 神异剑宗 方休的步伐 微微一顿 神异剑宗 神霄大陆七大修行圣地之一 宗内有七名真英靖老祖坐镇 人称超剑七祖 都是剑道中数一数二的高手 宗门实力与玄天好宗在伯仲之间 方施殿 我们去看看 影之间三人对望一眼 都很默契地同时扔下药材 扭头向着下方的惨叫处 快速奔略而去 没想到 三位师兄这么勇 方休有些诧异 之前这三人见到西伯府铁骑 如同老鼠见了猫 这次怎么突然不害怕了 方休虽然心中疑惑 但还是跟了上去 他也想看看 西伯府铁骑的真正实力 方休纵身跃上高树 始终和三人保持一定的距离 三五百米后 前方 影之间三人脚步逐渐放缓 也跳上一株高树 借助茂密的枝叶隐秘身形 嗖嗖嗖 密林深处 急速奔跑的破空声 远远传来 玄疾就见七八道身影 神色慌张地冲出 他们身着诸色道袍 每人背后都绑着两长一短三柄剑气 胸口左侧 绣有一柄金灿灿的小剑标识 正是神异剑宗的外门弟子标志 只是此刻 这些出自神异剑宗的外门弟子 没了昔日的俊意灼然 反而狼狈不堪 灰头土脸 其中几人的盗袍都被鲜血溅染 像是刚历经了一场极为惨烈的战斗 在寒殿 还没人能逃脱我的手掌 几点寒芒从后方射出 刺破空气 发出呜呜的奸笑 瞬间将跑得最慢的几名神异剑宗弟子的胸膛刺穿 巨大的惯性 更将他们带飞 钉死在树干上 西伯府 这笔血仇 我们神异剑宗记下了 等我们返回宗门 就是你西伯俱称的灭门之人 几名躲过一劫 越跑越远的神异剑宗弟子 忍不住回头唾骂 老子要是再生 本不想和你们浪费时间 跑了也就跑了 但我身为西伯城未来之主 你们要灭城 就是在断我称霸神霄大陆的根基 一道阴历的声音 忽然响起 方圆十里内 气温陡降 树叶上都凝结出一层薄薄的寒霜 哗啦啦 更有铁链摇晃的脆响 自四面八方响起 方修寻身望去 就见六根足有大腿粗的黑色铁链 自密林中飞出 锁链顶端还连接着一只巨大的锋利铁爪 这些重于千斤的铁链 飞在半空 灵活无比 只一旋就将六个跑到百米之外的神异剑宗弟子 紧紧缠住 楼一般的东西 一个铁探般的身影 自林中缓缓走出 却是一名身上缠绕锁链 身高两米的巨寒 他体型魁梧 如同小山上身赤膊 坚硬高耸的肌肉 磅佛钢铁铸铸铸 凝食而充满无与伦比的恐怖力量 六根铁链的末端 藏在高大男子背后 看不清他是如何操控的 我数十个数 你们无论用什么方法 只要能挣脱铁链 我就放你们一条活路 若是逃不走 就给我当做祭祀祖灵的祭品吧 高大男子 引气森森道 列宁山 你要杀就杀 我坑一声 就不算个爷们 几名神异剑宗弟子十分硬气 一个求饶的都没有 神异剑宗的弟子 若都如这几人一般 绝对不能小觑 方修暗暗赞叹 能够培养出这样悍不畏死的弟子 神异剑宗果然有其独到之处 但他也只是赞叹 并没有要出手解救的意思 前方的高大男子实力强大 很可能是金丹静的大修 方修自知不是对手 打算悄悄退去 七大圣地中 我玄天后宗与神异剑宗情同手足 眼见神异剑宗弟子受辱 怎能见死不救 但身前五十米处 一道正义感充沛的红亮鹤声 陡然响起 方修抬眼 就见尹之间干净利索地跳下大树 抽出手中的长剑 劈砍缠绕在神异剑宗弟子身上的铁链 汗不畏死 大意凛然 尹师兄 方修都惊住了 千算万算 他都没有想到尹之间会这么忙 竟然直接就冲了出去 赵师兄 陡师弟 你们愣着干什么 快与我一起解救几位神异剑宗童们 尹之间正色大喊 态度极其认真 如此弱智的台词与举动 若是能够选择 尹之间就算被打死 也不会出演 只可惜 他有小辫子 就在节目组手里 是否封杀 都在陈一谋的一念之间 为了自己演绎生涯的最后一线希望 再恶心的剧情 尹之间都能接受 尹师兄 你是不是疯了 赵志景和裴雨卿的戏份 就正常多了 将被诸队友坑杀的情绪 表达得恰到好处 几位师兄珍重 方修没有犹豫 直接转身就跑 高大男子境界恐怖 一念之间 冰冻十里空间 方修即便留下 也是白白送死 方师弟呢 他拥有黑剑 能削铁如你 果然 方修刚刚撤身 后面就传来了 尹之间焦急的呐喊 失误了 做人当学寒老魔 独来独往最安全 方修心里咯噔一下 暗道不妙 当下就激活神行旅 身形一晃 瞬息百米 齐哥 你怎么越活越倒退了 连藏在附近的小修都发现不了 十几道铁链 忽然自四面八方卷来 将方修逃离路线 彻底封死 一个身材高大 足有四五百斤胖的光头和尚 自阴影中走出 对着方修咧嘴大笑 请小友留步 我们又见面了 前辈 这要巧啊 方修看着拦阻他去路的大和尚 人当场就骂了 来的不是别人 正是他在西伯城古庙前 遇到的金刚符魔宗大修 一想到自己 斩碎了大和尚的一百多架灵力傀儡 方修冷汗直冒 暗暗叫苦 小友别急着走 我和柔宇长老青头一合 青梅竹马 相互爱慕 你既然是他的宗门后辈 我多少要尽一下地主之意的 胖和尚 配角 笑容可居地走到方修身边 搂着方修肩膀 亲切道 不用害怕 我七哥只是人长得丑 不如我英俊潇洒 但风评一向不错 从来没听谁说过他的坏话 说过坏话的 怕是都是死了吧 方修暗自苦笑 他深知自己修为萍萍 绝不是金丹大修的对手 不敢轻举妄动 随我去见七哥 我们兄弟一别三十三年 早已望眼欲穿了 胖和尚轻轻一抖 拦在方修身前的十几条铁链 就刷得一下变小 缩进胖和尚的僧袍中 节目组道具升级后 仙气十足 术法真实 前辈出自西伯府 方修有些惊讶 说来惭愧 我家老爷子不爱 我离开寒帝时 仅是活着的弟弟 就有八十多个 现在应该超过两百个了 胖和尚一声叹息 神色有些落寞 我自幼就很不讨喜 父亲怕事都不记得 还有我这个不孝的儿子了 说话间 两人已经走回了冲突地点 列宁武 你还敢回来 密林深处 六名神异剑宗弟子 和尹志坚等人 被铁链束缚 倒在地上 双目紧闭 生死不知 那名壮如铁塔的巨汉 神色复杂 我若是你 久生久世 都无言踏入西伯府的土地 一别家山鹰信鸟 百肿相思 长断何时了 列宁武低声叹息 声音苦涩 悠悠天语矿 窃窃故相情 这么多年过去了 你们还是不肯接纳我 像是被家族无情遗弃的游子 渴望回归故里而不得 接纳你 列宁山文言一正 双目缘争若同龄 你做的龌龊事 如何能够谅解 这能怪我吗 列宁武一脸无辜 老爷子昏速不济 他那么多女人 我哪能都认识 男女情义浓浓 情绪到了 那还顾得上盘问户籍 你还觉得委屈了 列宁山气得直翻白眼 老爷子到现在都分不清 那小崽子 究竟是他儿子 还是他孙子 卧槽 方修感到震惊 心里忽然有些发慌 这是不费命 就能吃到的瓜吗 怪不得列宁武会离开寒地 远赴大陆极南之地 败入金刚符魔宗麾下 半应大修列宁 还没横跨大陆 满世界的追杀这个宋茂孝子 就已经很仁慈了 都信列宁 也没差到哪里 列宁武嘿嘿一笑 你回来也好 让我斩下你的狗头 宋与父亲消气 列宁山冷哼 他向前一步 脚掌震塌地面 发出陨石坠地般的巨像 大地都微微震颤 以他为中心 一道恐怖气浪 席卷四面八方 方圆千里内巨树的树叶 都被禁树卷荡 树枝光突潇涩 如同换了一个季节 更有一只张牙舞爪的 猙獰凶手虚影 在列宁山背后 淡淡成形 足有十多丈高 若我这颗人头 能为七哥换来家族秘法 不用七哥动手 我自斩下 亲自交到七哥手中 列宁武松开方休 大步向前 直到走至蓄力待发的 列宁山身前三步 方才停下 他脖子一伸 一副任人宰割的架势 光棍十足 你胆子倒是不小 列宁山面色森冷 胸眸在列宁武脖子上扫了扫 蒲扇般的大手快若闪电 猛的一探 一巴掌拍在列宁武的秃头上 发出啪的一声脆响 削得列宁武肥腻头皮 层层乱颤 你个舔狗 列宁山唾骂了一句 脸色乃还有半点杀气 我让你直接来寒苍山脉 你倒好 先回了趟西伯巨城 为了那个娘们 命都不要了 老毛病了 路过他的府邸 若不去舔一舔 我浑身难受啊 列宁武捂着脑袋 呵呵傻笑 直播画面中 一副胸有地宫 久别重逢的场景 生动呈现 但在镜头和方休 看不到的视角 列宁武的胖脸 抑制不住的抽搐 列宁山的一巴掌 是真用力啊 擦 一个打篮球的 也来客串配角 都觉得影视圈的钱好挣吗 列宁武富匪 让我们这些炼柔道的 还怎么混 几年不见 你肥肉道是一斤都不见手 金刚福魔宗 都快被你吃穷了吧 列宁山打句道 不知打下了多少大庙 吃他几个弟子 还不应该吗 列宁武撇嘴 他不经意地抖了抖袖袍 几根还带着肉丝 和牙印的不知名古棒 就从宽大的僧袍中掉了出来 看得方休眼皮一跳 好家伙 这大和尚 还是个邪僧 列宁武望了望左右 神情忽然变得正重 七哥 那件东西 你可得手了 这是自然 我折服在老爷子身边二十年 就是为了此物 列宁山手中光滑一闪 一张由三种不同兽皮 拼接的卷轴凭空出现 这就是我列宁一脉 数十代积累的宝藏秘图 列宁武双眼放光 激动颤抖 声音十分洪亮 生怕方休没有听清 绝不会错 这三张地图残片 被老爷子 放在西伯城三个不同的地点 每一处都机关重重 极难寻找 列宁山低声道 声音阵的树木速发颤 你不会被老爷子怀一把 列宁武有些不放心 不会 我将秘图消息散播出去 故意让几个正德父亲 宠爱的小崽子知道 额谋将地图窃取了出来 更带了一拨人出城寻找秘藏 列宁山瞥了方休一眼 道 昨日在山神庙中 他们都被我的古妖傀儡所杀 炼成了一具具海骨傀儡 父亲就算发现地图失窃 也死无对症 怀疑不到我头上的 只是不知出了什么情况 我那头自上古遗迹中得到的古妖傀儡 竟然与我失去了联系